哟哟哟 还好在刷那小东西 看我不用我几毛钱一副的假睫毛 没死你 实际容款式测评挑选 固托眼神 上眼实测 整理出来的这四副假睫毛 总没有一副能贴到你的心吧 尸铜 6块钱石盘 便宜有好后还是给你来 把它放在第一个角 是因为它是我的小恶魔请问老师 而且是我回购素数最最多的一款 让我的心酸经验告诉你们 新手学习彩睫毛 千万不要选仙子毛 真的非常非常难上手 这种小恶魔一蹴就是仙子加鱼尾 比仙子毛更好把扣 比鱼尾毛更上镜领动 室内室外看都不会造成蜘蛛巾线型 反而漫画感蓝板 而且它的质量还是蛮能打的 接下来想要再贴两次 都是没问题的 这样算下来一盒160属 能贴好长一段时间 性价比真的很高 接下来是我最想推荐给你们的一盒 懒人三部曲 它也是非常适合新手的一款 它把眼头眼中眼尾都标得清清楚楚 拿起来就能贴超级方便 还有个好处就是它这个梗是这种特别细的 像你们眼睛如果比较敏感的话 贴那种粗的感就可能不太习惯 但是它上眼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感 而且贴出来的效果自然又饱满 接下来这个也是从盒子 就能看出来我的爱用程度了 都快没了 我还有同伙 猫耳朵假睫毛 我平时要是上镜的话 它就是我的首选 别的假睫毛要贴个四五醋 它咔咔咔三次就贴完 而且它上眼的那一刻 眼睛立刻就放大了 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又蠢又辣 前面的几个都是偏日常的 如果你想挑战小燕薰这种辣妹妆容 那么下面这个你肯定会喜欢 你看它跟小恶魔对比 就明显更长更有存在感一点 而且一般的麦穗款 它的梗是比较粗的 就很容易导视线 但是它的梗呢 就是这种比较细的 一点都不厚重 很舒服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小燕薰 又发现自己怎么化都不得精 我告诉你 你就是插一盒 麦穗睫毛 贴上极客感受 什么叫做有效化妆 好了拜拜